第28题,小华以雷射笔将雷射光不会射散的单色光水平射向墙壁的B点 若在雷射笔前方分别放入四种不同形状的同厚度玻璃 并使雷射光对准玻璃的A点发射 则哪一种形状的玻璃可使偏折厚的雷射光打中B点的上方 我们可以根据折射定律好好的画慢慢的画得到结果 也可以利用上课老师提示过的一件事情快速的得到答案 老师上课的时候提示过三菱镜折射的时候会偏向后的这一边 那么A选项有三菱镜 他偏向后的这一边所以会偏向下方 B选项三菱镜会偏到后的这一边所以偏向下方 C选项这是一个凸透镜 凸透镜可以汇聚光线所以也是偏向下方 猪选项呢这三菱镜会偏到后的那一边所以是偏向上方 所以猪选项会偏向B点的上方 28题问我们说 则哪一种形状的玻璃可使偏折厚的雷射光打中B点的上方 我们答案选的是猪